我还要支持掌心有请 嘉义市美食文明海内外 嘉义市政府也一直强力推广嘉义在地美食 行销旅游跟观光 提升产业竞争力 为了提高嘉义市的国际知名度 市政府征选12家在地业者 组成美食嘉义队 4月30号到5月3号 到台北世贸易馆参加 2021台北食品季特色美食国际博览会 嘉义副市长陈淑慧 特别在出发前的4月23号上午 在市政府大门口舞台区召开记者会 还邀请Showgirl来代言走秀 为参展的美食业者加油打气 现场气氛非常活泼跟热闹 牛里长鸡肉饭是我们接受过 Navis影业平台制作 世界小吃亚洲片美食纪录片的巡警 我想这一次的美食展 不但让各地的朋友们能够透过美食展 去尝到嘉义市能够具有代表性的美食 同时对我们整个嘉义市的食品的经济的竞争力的提升 嘉义副市长陈淑慧说 2021台北食品季特色美食国际博览会 预计吸引超过10万人参观 参加这次展览的嘉义市业者都全力拼形象 今天的记者会现场市政府安排12家业者推出拿手特色菜 包括零聪明砂锅鱼头的经典砂锅菜随想包 陶神鸡排的陶乐鸡炸拳鸡 全台唯一腊肠狗罩型的犬型烧 烤蛋糕专卖等十多种创意经典美食 业者会全力配合黄敏慧市长 要用幸福新实力打造嘉义市的城市品牌 欢迎大家来嘉义玩 就不用那么排队了 以后我们到台北的话 你们该订可以订 来嘉义的话以后尽量用网路来订 才不会排那么久 虽然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是相当严重 但是台湾地区由于疫情控制相当不错 也带动了国内国旅市场的发展 嘉义市长黄敏慧也希望推出 包括茶、火鸡肉饭等各式各样的美食 跟山明水秀的观光资源 来吸引更多的民众前来嘉义市观光 让大家有一种回家真好的感觉 记者吴瑞欣、罗亚文、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进口那边 加入王敦敞叢 拍摄